Hello 大家好 我是Lono 那這幾天我就有看一些YouTube影片 我發現很多畫畫的影片會教你怎樣去畫 但是就不會教你一些方法和一些畫畫的原理 所以我就跟著我來希望拍到一系列的影片 會由一些很基礎的物體開始畫 再慢慢進步去畫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抽選時間跟著我去畫 那就真的會有進步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Like&Share 都可以留言給我知道 你想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示範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畫 那今天我們會畫雞蛋的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首先第一步就是先確定一下四個點 哪四個點呢 就是一個物體在一幅畫裡面的位置 最高點、最低點、最左邊和最右邊 在四個點 定的時候都是一個大塊 然後我們輕輕地定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雞蛋 它在左邊會大一點 右邊稍微煎一點 這樣畫的時候 我們通常畫圓 就不要直接這樣畫 因為小的環圖 如果你畫大的 你很難一下 就畫到完全似去附圖的樣子 所以我們用一些短的線條慢慢畫出來 用一些短線去切 這邊稍微煎一點 在角度我們就自己控制一下 然後我們再把它畫圓 在這裡會煎一點 先用一些短線條 我們看到它還是比較方 特別是這些角 然後我們再把它畫圓 然後看到下面有一個陰影部分 我們也是同樣的方法 用一些短線條 把它畫出來 然後看到下面有一個陰影部分 然後再把它慢慢的 越畫越圓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要分幾個面 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陰影的部分 上面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圖 它是這裡最光的 這裡有一個白面 這個叫高光 然後這一個部分 就是兩步 最亮的地方 最光的地方 中間會是一個灰 比較灰色的一面 就叫灰部 那下面 這裡 我們會看到有一條很黑的線 我們先畫出來 那這條線 就叫做明暗交界線 明暗交界線 顧密斯 它是一個物體 兩步 就是明 和暗的一個交界 區分它們兩個的一條線 那這條線 其實就是最黑的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 可以用力一點 它畫出來明暗交界線 這裡 它以下的地方 都是一個暗部 然後就注上了 暗部 它這裡會稍微更光 這個地方就叫反光 所以這裡是深 這裡是稍微再淺一點 然後陰影部分又再深 我們分好幾個面的時候 就會開始塗一些顏色 那上色的時候 我們由最深的地方開始上 那由最暗的地方 就是明暗交界線 和陰影都是 所以暗的地方才上一次 那塗這一層呢 在輕輕塗就OK 所以塗均均均均 這個步驟 其實主要是區分一個光影 對 我們現在就很清晰 這邊都是一個受光的地方 這邊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從陰影開始 那塗的時候就注意到 越接近光源的地方 我們的光很明顯這邊 越接近光源 和我們本身視線的地方 是會越黑的 那去到後面 它的顏色就可以慢慢放淺一點 讓它有一個很輕微的變化 不會是整個區域都是很黑很黑 這樣沒有變化 就不好看了 那排線要公平 好OK 應該說好了 到明明家的線 更留意分一個反光位 不要塗得太合 加上去到旁邊 越往後的地方 你都可以放淺一點 那這邊是深 兩邊就可以放淺一點 現在我們就可以畫一個灰面了 灰面再輕一點 就是要拍一些很均勻的線 因為它敷面是連接一個兩寶銅 命運的線 所以要由新到前 前到新去做 否則這個雞蛋就會很不均勻 突然間是灰色 突然間變黑色 令它所有變化都是很自然的 現在灰面都差不多了 去到一個兩寶的地方 其實可能比較大一點 我們看到有一點白色的 高光位可以先留著 從這一邊開始 向兩邊 向四周是越來越暗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跟灰寶一樣 慢慢引過去 終於控制力度 由新到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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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